不是政治 不是財經 不是體育 歡迎收看就是娛樂 我是唯沛 那我們來關心11月10號的 娛樂新聞之前 我們要提醒大家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 介紹一些什麼呢 在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當中 我們要告訴大家 到底好萊塢明星 最近都在封些什麼 當然啦 好萊塢明星 最近除了在封抗議川普之外 其實他們封很久 就是他們很瘋名一種養生果汁 所以今天在節目內容當中 我們就要教大家 如何在家裡做出非常健康養生 而且重點是很簡單的果汁 跟好萊塢明星 可以同步流行的果汁 好 先來看一下 我們11月10號的娛樂新聞 首先來看看是JR紀妍凱 聽說他最近要開演唱會 那開演唱會很重要 就是練歌 然後還有練身材 所以他最近狂操猛練 他要鍛鍊出一副好身材 而且JR他自己練一練 還竟然跟這個顏雅倫嗆聲 他說他練得比顏雅倫好 我們就問他說 你說你比顏雅倫好 到底好在哪 他說他的肌肉 比顏雅倫還要硬 什麼 JR紀妍凱竟然要在個人演唱會上 偷偷三點不漏及用葉子遮住 欸欸這尺度能播嗎 即將在12月份舉行首次個人演唱會的JR 除了邀請師姐往心靈站台 竟然當場發下豪雨 只要預購票全賣光 卻要把衣服脫光光 沒有 剛剛是有點開玩笑 但因為你知道最近變天了會感冒 其實你真的非常想 其實 對 好險你幫我講 沒有啦 就是當然因為我覺得 有練身材當然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也希望給大家感覺到 我很就是一直有在維持保持 但這個是不能隨便亂拖的 如果真的像三點葉子遮的話 像是大片還是小片 芭蕉葉 太大了 芭蕉葉 肌肉大要用大一點 努力維持竟然六塊肌的JR 被問及與炎雅倫 誰的肌肉比較硬 JR也說當然是我啊 我跟炎雅倫應該差不多 但我可能會稍微強一點 因為我看他可能太忙 都沒時間練嘛 演唱會上將唱跳多首歌曲的JR 只說體力無問題 絕對會讓歌迷指揮票價 我覺得真正有差的是 比如說以前跳舞的時候 不小心扭到 你可能就是那種腳拐一拐 你就可以繼續練了 現在可能突然撞到想 你會覺得天啊 我怎麼好像要 需要擦藥耶 但實際上體力或肺活量那些 我覺得是更好的 因為我一直都 就在健身啊 然後都有在保持 對啊 而且我不太會那種 半夜吃兩顆麥當勞的那種 誰啊 誰啊 有些記者會這樣子 有些 半夜兩份麥當勞 而且不是飲料只有喝一罐喔 兩罐他都喝掉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太 有點太退流行了 我不曉得說現在除了演藝圈的 女藝人要比之外 男藝人其實比的也滿兇 而且他們在比肌肉 不是在比賊肌肉大不大 現在竟然流行比肌肉硬不硬喔 這我知道是第一次評估啦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看就是 這兩天其實在大陸的演藝圈 爆出最大條的新聞 就是女神級的演員楊密 就說他的老公劉凱威 好像疑似跟大陸的某位女演員 叫做王歐 王歐如果大家印象還深刻的話 他有演過狼牙榜 聽說他跟狼歐呢 不是不是狼歐啦 王歐啦 他們兩個人被狗仔隊拍到 在這個走廊上拍到說 這個劉凱威他進入王歐的房間 而且孤男寡女共處儀式 一待就是四個小時 當然男女雙方就出來澄清說 沒有 我們只是在房間裡面討論劇本 一討論就討論四個小時 但是今天竟然有最新影像流出 流出的是什麼呢 王歐在送劉凱威回去的時候 在開門的那一剎那 竟然被媒體拍到說 她穿著一條很性感的黑色內褲 哇 看來這個案情 好像有點不單純 致命品牌新店開幕 請來的大咖藝人站台 婚姻又亮紅的娘密演在現場 楊密的老公劉凱威這兩天被拍到 獨自溜鏡演出 狼牙幫女星王歐的房間 兩人還獨處長達四小時 到底是在忙什麼 劉凱威是說她跟王歐只是在對劇本 小朋友你們信嗎 雖然劉凱威的行徑吊詭 但楊密還是表示相信老公 看起來心情不受影響 照常出席活動分享穿搭 今天這件look 因為就挺像我平時的穿搭風格 其實因為我自己平時可能會喜歡 穿一個很隨性的T-shirt在裡面 然後選擇了一個有點中性風格的 皮衣外套是小精靈系列的 然後我覺得 嗯 酷酷帥帥的吧 我自己還挺喜歡的 台灣男星張孝辰也用一襲 深色西裝甩氣出場 我今天是正式西服還是選一個 比較深色一點 對 就比較保守 但可能比較Man一點 對 就是娛樂 北京採訪報導 今天 今天 就說這個楊密跟劉凱威他們結婚之後 被驚爆 為什麼叫做又驚爆 因為原因是他們三不五時 三天兩頭就被人家爆出說 他們婚姻有問題 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們就要繼續看下去了 接下來我們要看看的是 Joanna王若霖 她發新專輯 還記不記得她之前在專輯當中 她一副很有靈魂的嗓音 然後讓很多的歌迷都非常喜歡 但是她這次發新專輯 風格完全不一樣 原來王若霖她在骨子裡面 是一個叛逆的小女孩 算小女孩嗎 好像年紀也沒有很小 好 就是一個叛逆的女人 所以她這次走的是搞怪路線 有提姆波頓的黑暗哥德風 來聽一下 歌手王若霖 Joanna 9號出席8片記者會 以醫生復古哥德士風格的造型現身 新專輯霸凌之家 更是蘊含許多黑色幽默的奇幻元素 不禁讓人感覺毛毛的 哎呦 不是啦 是讓人進入一個奇幻的小世界 霸凌之家基本上就是一個 它比較像是 我覺得最好的比喻就很像是 皮姆波頓的那種電影的類型 它就是一個很 有點扭曲跟黑暗 但是又很詭諧的世界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有各種很多 就是很多人性一些黑暗面的 但是又是以我不知道 就是以沒有批判的那種角度 去唱這些人的心情 談到霸凌就會聯想到 蔡依林練我PMV中的一些爭議 關於這點同樣新歌描述霸凌的 Joanna有沒有什麼看法呢 沒有 對 因為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世界就是 很多人都很多事情都很不滿 所以這就是世界的常態 所以我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一臉哭樣的Joanna 感覺天不怕地不怕 沒想到最怕的居然是小強 更不小心地把她帶在頭上 讓她崩潰大喊不想活了 好友娃娃威如萱特地獻上 沙漿法寶 要Joanna好好活在世上繼續創作好 因為Joanna一直說 她一直在Facebook上面說 她不想要活了 我很緊張 我希望她還可以繼續活在這世界 創作好聽的音樂給我聽 我朋友就跟我說 其實這世界本來就是眼不見為盡 其實在台灣 應該所有的東西都被蟑螂爬過了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想說也是就好多了 這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接下來要來關心一下 是納豆跟許冠文所主演的 這部電影叫一路順風 他們入圍了金馬獎的八項提名 可以說是這次的入圍最大贏家 但是要問到說 許冠文她是一個喜劇態度 又有這麼好笑的納豆 大家就想說 那你們這部演這部戲 應該就是個喜劇吧 結果沒想到這兩位演員都說 我們這部戲其實不是一個喜劇 那難不成是一個愛情文藝片嗎 難不成在裡面納豆跟許冠文談戀愛 搞不好會是個愛情動作片 不會吧 第五十三屆金馬獎入圍最大贏家 一路順風找來的香港喜劇態度 許冠文 以及納豆領先足言 整部片完全沒有女主角 卻排出男人之間深刻的兄弟情義 從看似絕望的人生中表現了動人的溫暖 在一個很急的這個切裡面的 哇 很多燈出汗就很厲害的 從晚上一起拍的都黃昏 太陽曬山 一起拍的深夜的 三十個這個大概 許冠文在三十五歲以下的人 很少人會知道她的 但是我喜歡她就是 她永遠在我心目中有一個 人在荒謬裡面 一種很自然 很悠遊 然後很特別的情緒去面對她的矛盾的東西 回顧香港電影獨佔豪頭的80年代 許冠文能倒能演 當時她的半斤八兩 天菜與白痴 摩登保鏢 在香港大賣座 讓她有了冷面笑將的封號 1982年更因摩登保鏢拿下香港金香獎 最佳男主角獎 聊到這次和納豆的合作 許冠文也非常肯定納豆的演技喔 從小就沒有爸爸 生日愁又矮 有人不高 又沒有唸過書 只有十多歲的 二十歲的販毒 那週末都想不到 在那個山空水盡的 沒有前途的那天 就碰到那個司機 在什麼小小的空間 發展一段 發展了一點點的愛 我覺得很特別是 因為這部戲裡面 她的角色並不是喜劇 她也有一點點這個部分 但是她的角色呈現的是 其實是更多的可憐 更多的就是同情 秋風瑟瑟的十一月 看著早上拆開的薪水袋 是不是覺得有點淒涼呢 不妨走進電影院 看看這部作品 暖暖心吧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好的 我們今天的就是娛樂 就是好時尚好健康 因為我們剛在一開始的時候 有跟大家介紹 我們今天的主題 其實就要跟大家聊聊 好萊塢明星最近在風靡 無論是明星 超模 或是超級模特兒 或是時尚名媛 人手都一杯養生果汁 我們就要教大家 既然流行這麼久 如果你在家 你也可以做出 跟好萊塢明星一樣的養生果汁 不是很好嗎 當然我們今天節目請不起 不是 是請不到 他們都剛好沒空要飛過來 因為他們最近都在抗議船 請不到好萊塢明星 沒關係 我們可以請到好萊塢明星 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應該還要再加兩個字 的朋友的朋友 我們請到好萊塢明星的朋友 我們來請到蕭志偉 以及山豬還有小優 嗨 大家好 祝志偉好 這三位其實都是新生代 現在炙手可熱 非常會表演的藝人 那山豬你今天穿這樣子 真的是感覺有點 令人不舒服 不太舒服 其實今天衣服實在還不錯 穿起來蠻舒服的 你們看起來不舒服嗎 但是今天請到三位來呢 其實都是要跟我們分享 因為像小優平常也是蠻會保養 那山豬是因為過胖 所以不得不保養 那蕭志偉是年輕人嘛 所以應該你可以露個肌肉 做個果汁應該也蠻不錯的 是正常 因為其實我是算小鮮肉等級的 我其實不應該跟他做 什麼沒發現 腐肉吧 什麼腐肉 小鮮肉 小鮮肉等級 跟他比起來完全層次就不一樣了 所以今天三位要教大家來做健康養生的果汁 當然這三位 譬如說叫山豬講一些營養成分的話 應該就是在亂說 所以我們當然有請到 非常專業的營養師 我們的婉萍 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婉萍 好 待會專業的部分就交給你 然後做的部分就交給他們 好 首先先來的是蕭志偉 你知道蕭志偉最近在網路上 有一個影片超紅的 一聽就超洗腦的 這個影片呢 聽說今天我的助理 在外面辦事情的時候 在外面竟然看到有一個阿嬤在看 而且阿嬤從頭看到尾之後 還跟著哼唱 哼唱完之後還上網分享 你說這位阿嬤時不時尚 吵不吵 阿嬤好大聲 幫妳助理辦事情的阿嬤 不是 然後聽這首歌感覺要驅魔 我們來看一下這支MV好不好 這首歌叫做 我有六個姊姊 一個哥哥 現在在播了嗎 好長的歌 六個姊姊 一個哥哥 我有六個姊姊 一個哥哥 一人給我兩百 讓我去唱歌 我媽生六個姊姊 一個哥哥 全部都是我媽 自然產生 我媽生 我有六個姊姊 一個哥哥 他們給我兩百 讓我去唱歌 我媽生六個姊姊 又生一個哥哥 全部都是我媽 既然產生 Oh my God 這首歌現在在網路上 真的超紅 等一下 推廣生產做的 不是不是 婉萍你該不會是第一次看到吧 我第一次看到 那你太落伍了 這首歌現在在網路上 點擊 你不要這邊自己融入好不好 太挑了 對 這首歌現在在網路上 點擊率多少了 我那時候剛PO三天就破百萬 我自己也嚇到了 破百萬 對...三天就是分享 很洗腦 超洗腦 但是你為什麼會做這首歌 你真的有六個姊姊一個哥哥 這是真的 你沒有在唬爛嗎 沒有 沒在唬爛 你提供有圖有真相 大家庭 八個 我跟你講我有帶 我今天就要正式這件事 所以你真的是最小的 對 所以我叫Baddy Ba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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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真的會給你兩百塊是不是 過年的時候比較多 過年通常都是破萬 你要有圖有真相 大家給我們看 有...一定有 真的有六個姊姊一個哥哥 因為我們剛剛在想到 這歌詞應該就是亂寫 對啊 亂寫 居然是真的 In fact 真的 什麼In fact In fact 事實啊 In fact In fact In fact 來... 對 來跟我們看一下 是全家福耶 全家福 為什麼你們家都長得一樣 因為我要做一些處理 因為我要保護當事人 對 都是用我的臉 所以這些 這些不是... 八個蕭子 不是不是 這些都是真的 對 那你那時候當初為什麼會搶創作這首歌啊 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在騎車的時候常常就會有些靈感 對 然後那時候我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就一直有那個六個姊姊 一個哥哥 到底哪裡來... 給我兩百塊 讓我去唱歌 就一直在腦海 好 這首破百萬... 那不是今年很奇怪 破百萬點擊率的MV啦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滿洗腦 你聽一次之後 你整天頭腦都是那個旋律 好 但是蕭子偉今天 除了要來幫我們表演之外呢 你要幫我們介紹養生果汁對不對 好 來... 我們來這個平台 工作的 那你要用那個Rap的節奏 要... 我有六個姊姊 一個哥哥 每天都要喝 木瓜豆漿 巴拉 問一下喔 這個東西看起來好不像你會吃的 你這個年紀小鮮肉 應該就是大吃特吃 隨便亂吃 其實我也滿在 就是也滿在乎養生的 真的啊 沒有 早上其實都會自己起來蒸饅頭 蒸那個無品饅頭 蒸饅頭 真的... 好不像這個年齡的 真的 我覺得我超老的 然後退出來賣對不對 對 沒有退出來賣 饅頭 饅頭 翻山東打饅頭 沒有啦 因為其實我前陣子在瘦身 那醫生就是說減肥你一定要 早餐一定要正常吃 對 如果不吃早餐更容易 然後聽說你有乳糖不耐症 因為我也有乳糖不耐症 怎樣 很痛苦 乳糖不耐症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你有曾經因為誤喝就是牛奶 然後拉肚子 有 而且是早餐店的奶茶 那種是最恐怖的 早餐店的奶茶是奶精吧 對 那個味道很怪 就不是鮮奶的奶 對 就是那種東西喝了就是馬上就是 要趕快找廁所 所以你不能喝 因為早餐喝茶應該也會拉肚子是嗎 不會 茶不會 好像是奶類的就會 奶類就會 那你今天要為我們介紹 既然有乳糖不耐症 那乳糖不耐症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別的東西取代 就是一般如果我們早餐很多人喝牛奶 會拉肚子的話 就會建議改用豆漿 對 解釋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你幫我們站起來 不然你 對 姜哥 來 跟我們加入我們 等會兒看 OK 那今天蕭志偉要做的這個 飲品是什麼 它其實一般 它其實是木瓜牛奶 前身是木瓜牛奶 但是因為要照顧我們 就是有乳糖不耐症的人 我們就把牛奶改成豆漿 木瓜豆漿 豆漿 所以我們要準備的材料就是桌上這些 是 有木瓜 一半 0.5顆 然後蘋果0.5顆 一半 然後 紅蘿蔔100克 紅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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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無糖的溫豆漿 為什麼要無糖 它不是要減重嗎 OK 而且好萊塢明星都很養生 沒有人要喝有糖 絕對不然加糖 加糖就蓄了 好的 然後是怎麼做呢 應該就是丟進去 全部丟進去 非常簡單就全部丟進去 來 這個就給你了 來 來 非常簡單 來 丟進來 它可能要 有湯匙嗎 對啊 湯匙稍微 沒有 就直接用到就好了 好 不要囉嗦 直接用到的 來 待在學生就 對 你現在沒有放誰 沒關係收開 來 我們不要拿錢 來 我們要放進去 好 來 好難發現它在蘿蔔 沒關係 我們趕快吃到 好 好 豆漿 豆漿 放豆漿 起佩你有發現 他一直在模仿 對 我一直在裡面 陳哥 陳哥 對 他沒有放很隱晦 好不好 好 我看這裡面 木瓜 然後蘋果 再加豆漿還有紅蘿蔔 有沒有什麼營養成分 有什麼營養成分 就是我們來看 就是說其實豆漿 就是剛才就是我們其實代換 其實這一杯 有一些 還有什麼樣的人也可以喝 其實媽媽也可以喝 媽媽喝的時候 如果對牛奶會過敏 你就改成喝豆漿 或者其實媽媽有媽媽奶粉 也可以加在裡頭打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木瓜對幫助排便 是非常好效果的 真的 木瓜可以幫助排便 對 然後其實今天這個 我剛才看了紅蘿蔔 如果再多一點 我覺得對山豬也很適合 山豬 我知道它主要是增加纖維質對不對 不是 大家誤會了 山豬可以過來一下嗎 我們看一下山豬 它走慢一點 會 會錯誤的山豬 好 來 這個大家 因為其實我剛才 因為你實在是太露了 所以我覺得是 不要鬧 快 人家才剛吃飽 現在七點鐘 就是 你摸一下它的這個皮膚 你看是不是有很多顆粒的感覺 對 為什麼你要是我摸它皮膚 沒有 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其實大家如果自己 就是摸摸看 如果你有像雞皮疙瘩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這個往往就是 貝塔胡蘿蔔 數維生素A不夠 所以我們的紅蘿蔔 可以幫助你改善你皮膚的健康 對 好 請回去 謝謝 對 有點愛眼 對 所以如果皮膚摸起來有點粗糙 一顆一顆的話 可以多吃胡蘿蔔 對 就是我們在這一道裡頭的料理 你可以把紅蘿蔔拉更多 會除了就是剛才常味道好之外 對於皮膚也會非常的好 好 那這就 你可以喝木瓜就對了 可以 這個就直接打囉 直接打囉 對 這個為什麼不能打 沒有插點 插頭有插嗎 有 有啊 有插 可是沒有 還是我不會控制 哈囉 這怎麼弄 廣告在哪些 好 那什麼 好 那這個我們廣告之後 我們就要來享用這一杯 豆漿 木瓜 豆漿 木瓜豆漿 木瓜豆漿 因為我想想木瓜後面要加牛奶 對 木瓜豆漿 然後廣告之後 因為蕭志偉現在是我們演藝圈當中的 對嘴一哥 沒有 所以廣告之後 我們要請他來 把我們來一段對嘴表演 然後順便喝我們的健康果汁 馬上來 對 面對面 看著你的眼睛 不再追尋你的背影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告訴你 心中的話 面對面 看著你的眼睛 不再追尋你的眼睛 開長 好討厭喔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好討厭喔 但拍哪裡啊 喂 回來啦 好吃啦 對啊 它要好演唱會感覺吧 不是 因為我覺得蕭作為 他在那個對嘴的時候的表情 令人不舒服耶 不知道 對 而且後半段也是肚子痛 對 就是變蜜 其實變蜜的感覺 你剛剛明明就沒有 你剛剛明明就沒有喝牛奶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對啊 因為情緒來 情緒來你知道嗎 情緒一來 情緒一來就會想什麼東西 他表情真的很適合模仿傳歌耶 對啊 真的 好 那我們就是要舒緩一下情緒 喝一下你剛剛打的那杯果汁 就是 木瓜豆漿 我不知道木瓜跟豆漿可以搭在一起耶 我來喝喝看 其實看起來就像木瓜牛奶 對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剛才這樣一鍋的 一大壺的量 就是分了五小杯 對不對 在每一杯大概就是60卡的熱量 對 所以假設這樣一大杯 你當早餐其實才300卡 所以為什麼就是可以用這種 蔬果汁來做建種的方法 其實這也是一種 因為它其實裡頭 不是只有單純蔬果 它其實有 這什麼表示 我覺得滿好喝的 它就有蔬菜 但是山豬明顯感覺不喜歡 對 它就有紅蘿多的蔬菜 然後水果是木瓜 蘋果 然後它有蛋白質的豆漿 所以它其實就是當早餐 它基本上還滿均衡的 所以很適合的這樣子 而且重點是因為 它是用無糖豆漿 它是用那個木瓜裡面 自然的甜味 所以我覺得還OK耶 自然是微甜啦 微甜 它不會含蘋果醬的 還不錯 我可以一口喝 真的喔 不要勉強喔 那你一口乾啊 你就一口乾 其實不錯喝 不過我們今天三位 其實都是要帶來對嘴的表演 可是你為什麼一開始會開始 就是有對嘴表演這件事 我其實一開始會對嘴是 很久在06年前開始對嘴我第一支影片 然後 那時候什麼模仿Vitas Vitas Vitas就是那個俄羅斯南高的 對... 然後就是 因緣機會下去參加一個比賽 對 因為我非常想要贏的一台摩托車 我就把這對嘴影片 POLA網路上面去 結果最後沒有得獎 沒有得到摩托車 沒有得到摩托車 可是那次對嘴影片很夯啊 在網路上點擊率也很高 對 那時候點擊率很高 但是就沒得獎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卻因為這支就開始有 大家知道說 有蕭鎚這個人 真的想要對嘴就想要蕭鎚 你要持續創作啦 好不好 就是那個六個姊姊一個哥哥 我很喜歡 會啦 會 會持續創作 你看我們營養師也很喜歡 他今天第一次看到 現在是不是很洗腦 沒有 馬上洗 我剛才第一個反應說 政府應該把你這支歌 拿來當作就是想硬要多升級 想硬生育 你不覺得嗎 生育補助 生育補助的意義就幫他回響這樣 政府應該頒給你們家很多錢 畢竟你們家幫政府 貢獻了不少人力 真的... 剩八個耶 因為我媽就養小孩這方面 就花了好幾千萬 有算過 養小孩 真的 你們家財力最厚 難怪你出來演藝圈都在交朋友 好 那接下來 山豬今天也要幫我們介紹果子 你到底有什麼 就是憑哪一點 你要幫我們介紹養生育補助 主要是因為我是 哪個綠竹一直都滿不健康的 所以最近我有朋友介紹給我 因為我最近腳受傷 所以變成都在家裡這樣 然後 這個腳受傷讓我不太能活動 所以我食量雖然跟以前一樣 但是我就慢慢的變胖 因為我現在就是我朋友就跟我講說 就是要改掉那個暴飲暴食的習慣 然後又推薦我喝這個果汁 其實山豬今天要幫我們介紹的果汁 原因是因為它是外食族 外食族的話 可能有很多纖維攝取量 就會比較低 都吃肉 好吃 所以你說這個果汁 是你朋友推薦給你對不對 好 裡面有什麼呢 這是叫洋蔥鳳梨 洋蔥鳳梨汁 可是洋蔥跟鳳梨 是可以放在一起嗎 吃完就盡量不要跟別人講話這樣 對啊 洋蔥感覺很不舒服 可是洋蔥真的是不錯的東西 然後它裡面有洋蔥 然後奇異果50克 然後鳳梨 就是現在很流行的 Pi Apple 還有蜂蜜 重點是甜甜的 不會像剛剛那個太微甜了 重點是你朋友介紹給你 原因也是因為 現在好萊塢明星都在 我們今天上述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果汁 其實都是好萊塢明星 現在正夯正在喝的果汁 喝完就可以很時尚 既然他們都可以喝這樣的果汁 我們自己在家很簡單也可以做 對不對 你講了喝完很時尚 怎麼那麼心虛 喝完就跟好萊塢明星一樣時尚 時尚 最時尚 好 那你洋蔥 洋蔥奇異果 洋蔥要先用微波爐加熱對不對 然後奇異果 鳳梨 蜂蜜跟水 這個果汁的食材 有沒有哪一些就是 營養素 應該這樣說我覺得 你的朋友介紹給你 真的是介紹得太好了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剛才說你很愛吃肉 對不對 所以這裡頭有兩個成分 就是剛好幫助肉裡頭的蛋白質 幫助它消化 是哪兩個 就是奇異果和鳳梨 因為其實奇異果裡頭有奇異果酵素 鳳梨有鳳梨酵素 所以你看有時候做烹飪 要讓肉變軟 它就有鳳梨酵素有沒有 對 可以讓肉變得比較軟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 像我有一些客戶 他很愛吃牛排 然後吃完以後 他都會很容易脹氣 可是他如果有吃了奇異果以後 他就會發現 他就幫助他的消化 對 而且奇異果的維他命C 是不是聽說比蘋果多 對 它的維他命C 還有A E 其實都是很高的這樣子 所以喝這個果汁的話 其實也可以幫助皮膚變好 變好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應該就是說很多人 在大餐之後 尤其是大魚大肉的大餐之後 大魚大肉 我每天都要喝一杯 大魚大肉 好 那我們下來開始 我們來開始做做看 這個其實很簡單 這個做法很簡單對不對 就是全部倒進去做 全部倒 其實洋蔥可以生的 但是因為洋蔥生的 好 不要 不要 洋蔥生的就是會 對 就是會 這真的有蒸過了嗎 有有有 好 洋蔥 然後奇異果 奇異果這麼多 我看洋蔥味道好重 看到洋蔥會怕耶 它很腥 好 奇異果放進去 其實洋蔥就是 你知道把它屁育成像是藥 到底會不會啦 就把洋蔥屁育成藥的話 我們要做天然的這個抗主治安 就是對於過敏的人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保養食 洋蔥 對 然後加水 對 然後再來蜂蜜整罐嘛對不對 整罐 整罐太多了 不行啦 可是剛剛說奇異果跟鳳梨 其實都是酸酸的東西 有沒有哪一些體質的人 其實不太適合 或者說可以替換別的 對 就會提醒 就是很多人都會問說 水果不是都要這個空腹 或飯前吃會比較好嗎 那剛好這兩個水果 因為它都有消化酵素 所以如果你是有胃潰瘍的人 那你就想嘛 你空腹吃它 情味像還要幫助你消化蛋白質 但是你的胃裡頭都沒有蛋白質 它消化什麼 它只好消化你的胃滴 對 所以就會建議像這兩種水果 會比較建議飯後或是隨餐 什麼叫隨餐就是我吃完飯後立刻吃 對 會比較恰當這樣子 就是餵你會有一點東西可以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果汁應該喝起來 是算好喝的啦 對 我看成分應該是不錯 對啊 因為這看起來的話 雖然洋蔥的味道會令大家覺得有點卻步 但是鳳梨跟奇異果都是好喝的 對 而且鳳梨放久的話 它其實你的糖就可以少加 因為鳳梨放久 它自然的那個甜味會更多這樣子 可是有時候大家會覺得 鳳梨是不是放在冰箱裡 會很容易出水 對 那有沒有其他可以處理的方式 其實比較沒有辦法 它就是新鮮吃 否則它就會容易就是水就會跑出來 可是我有朋友說它把鳳梨直接冰在 切一切 然後冰在冷凍庫 可以嗎 就是說你可以 比如說像我們家的做法 是把香蕉或是有些吃不完的水果 就先把它凍成像冰磚 你到時候就是直接拿來打冰磚這樣子 對 那是不是有些人吃鳳梨嘴巴會破皮 會 那是因為也是鳳梨酵素的關係 對 那有些品種的酵素會比較高 你就會吃起來覺得嘴巴會特別容易破 那如果打成枝就比較不會破 對 還是比較不會破 對 但是它就是幫 那個就是 你會覺得它有點澀澀對不對 你就把它想成它就是進去你的胃裡頭 幫助你的那些肉 就是把它消化掉這樣子 對 可是觀眾朋友不要以為說 我們在做的東西 好像是好萊塢明星喝 是不是就是很複雜或什麼 其實我們今天跟大家示範 東西就只要切一切 有些東西稍微蒸一下 或是把它弄熟之後 只要丟到果汁繼續打 那我們廣告之後就來打這杯果汁 然後廣告之後 山豬要幫我們進行一段 對嘴的表演 不要走開馬上回來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哈哈 怎麼會厚吐幹的 對 青江水 青江月 青梨香 青中山 青梨江山我最美 萬里威萬里啥萬里唱 萬里演萬里風送我最驕驕 好漂亮 什麼樣的撒起 什麼樣的角色 什麼樣的享受 別人穿罵對方便 什麼樣的愛情 什麼樣的對路 什麼樣的運情 風情也都不想念 真久以前 農出的團結 如今濃煙再去 真久以前 農出的團結 如今濃煙再去 來了來了 對對對著你的心 對著你的人 對著你的情 對著你的不公理 呃呼 吖呼 啊 願維運 ogle各位 一時輪心 silicone人 躺進去 走來啊 呼呼 願見啦 什麼啦 後面的動作是哪招啊 你是不是還 你還好嗎 好啦 給他一點掌聲嘛 這是蠻動蠻的一首歌曲 對 怎麼了 怎麼了 你還好嗎 出汗了嗎 有點累 我剛才心臟被水 喝一下 喝一下 三叔請回座 你知道你剛剛 三叔在表演的時候 我們在網路上直播 有一大堆人在留言 他說什麼 為何看山豬表演 有一股噁心感 我眼睛好痛 可以不要留那種攻擊型的語言嗎 然後一大堆說 我的眼睛... 然後竟然有人說像 是可以講的嗎 小偉 你覺得這樣不會得罪大姐嗎 不要講 不會是有文的吧 不是 是有白的 對... 不要講好了 不要講... 我們喝一下 一邊喝果汁 然後我們一邊跟營養師聊一聊 因為其實山豬 他之前做了一個手術 然後他現在就是沒辦法運動 然後都在復健 所以他在沒辦法運動之下 他又要減肥 然後他好像現在膝蓋的 軟骨組織不好 如果說膝蓋不好的人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來補一下 應該是說你是什麼樣的手術 心臟手術 因為我之前那個 在玩遊戲的時候 不小心把我的十字針在弄斷 然後包括半月軟骨也有受損 對 所以後來就有開刀 現在就是變成都在復健的狀態 就是醫生也叫我說 稍微減重一點 不然會讓我的膝蓋負擔太大 對 應該這樣說就是 因為我們今天 剛才那個果汁其實已經很健康了 但是如果比如說你在這一段時間 其實因為我們擔心體重會上升 會讓你這個更有壓力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介紹一杯 就是比較低熱量的果汁 對 讓你可以在這個 在生病的期間 修復的期間 我們可以做一個代換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剛剛那一杯果汁 小優妳是什麼臉 不是 我覺得它的那個酸太酸了 我現在有一點講不出話了 對 如果真的不喜歡酸的人 有沒有什麼方法 是不是蜂蜜多加一點還是怎麼樣 沒有 其實如果真的不喜歡 我建議加蘋果 其實蘋果是在各種 蘋果當鳳梨的人 對 蘋果在很多打精力湯的過程裡頭 它是一個非常好搭的一個水果這樣子 會讓那個甜度會增加 但是我想我們今天的洋蔥 可能也滿多了一點 所以就是洋蔥味還滿有的這樣子 大家要去調配那個份量 如果說洋蔥雖然是很健康 洋蔥有什麼功效 洋蔥 其實你知道嗎 之前我就有遇過 有客戶跟我說 他就每一天早上 因為他是我的健康檢查的客戶 所以一年一年的來 來到第三年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洋蔥 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妳一定要把這個福音給大家 講給大家聽 我說什麼那麼好的福音 他說就是我這三年來 你看我數據是不是 過敏的數據一直有進步 我說對啊 是啊 他說因為我這三年來 每天早上都吃 各式各樣的生菜沙拉 但是重點就是 我的生菜裡頭一定都有洋蔥 一定要有洋蔥 一定都要有洋蔥 對 因為其實就像我剛才說的 就是洋蔥裡頭 它其實就是天然的抗主治安 就是我們把它譬喻食療 它如果要像藥物一樣 它具有治療的效果這樣的感覺 它就是像天然的抗主治安 那抗主治安就是當我們流鼻涕的時候 有沒有 就會需要就是怎麼樣 抗主治安 它就是可以幫助我們這個鼻腔的黏膜 比較通 比較開 所以它其實對於真的是過敏的人 非常的好 所以難怪有人說過敏的人應該要多喝 類似像洋蔥煮出來的東西 對 其實就分享另外一個比較簡單一點 而且味道可能不會這麼強烈 但是大家比較好搭 就是我們把洋蔥剝了皮以後 你要切或不切隨便 你就把一顆洋蔥放入電鍋裡頭 就是隨便一個盤子或一個碗都可以 那你外鍋就大概放一杯的水 讓洋蔥這樣跳起來以後 就是那個開關跳起來以後 這個洋蔥跟它那個剩下的汁有沒有 你就把它導入果汁機裡頭 把它打成泥 我們家裡都會有冰磚對不對 那個冰磚的盒子 你就把這個東西放在冰磚盒裡頭 變成一個一個洋蔥冰磚 好酷喔 當你做任何的菜的時候 你就可以放一顆兩顆 那都不會有味道 但是它就會讓你覺得 因為它很方便 而且洋蔥其實可以提味會有甜味對不對 然後因為我煮熟了 那或者像今天打果汁 你就不用它要特別微波 你就把那個洋蔥冰磚拿個一兩顆或三四顆 可以學起來 這個可以學起來 會變冰沙 我們可以讓這個健康的食物 讓它更容易處理這樣子 好的 那接著下來小優不要再喝那一杯了 好 這杯真的 洋蔥味比較重一點 就是我的菜 換換你來 你來幫我們介紹一個果汁 你平常是果汁人嗎 我其實是耶 我真的在之前 因為可能有去美國玩的時候 然後發現真的 美國的那個家庭一個家 一定都會有一個這種果汁機 對 他們還有那種更輕便 是隨身攜帶型的 我有買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每天一杯 然後會覺得說 消化就是非常改善 而且妳 而且小優以前常常去 之前常去LA 在LA的路上 是不是會有很多 就是那種看起來很瘦 然後身材好的女生 都忍手一杯果汁 真的 而且你們都不會看 他們在買什麼珍奶 或是買那些什麼 因為他們那珍奶很貴 對 他們真的都是自己打的 是 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台灣現在應該 大家要開始流行 這個時尚果汁風 是 可是小優今天要介紹這個飲料 我覺得你 你批評了那個果汁 你這個果汁才不正常好嗎 看起來就是很難喝 你看看起來就超不正常的 你自己跟大家講講 你要介紹什麼果汁 好 大家先不要轉台 我跟妳講真的 九層塔蘋果汁 這什麼東西 這很難挑戰 這真的很 這真的沒辦法 你們以為只有吃鹹酥雞 可以用九層塔嗎 對 我們是這樣以為 九層塔其實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真的假的 對 因為我也是 你知道之前常常熬夜 你看我聽我的聲音 我感冒 然後之前可能錄 比如說大熱門 或某些節目都能到天亮 是 熬夜成這樣真的身體不堪 所以我朋友也是介紹我這一款 九層塔蘋果汁 我剛開始也是覺得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是啊 它就是用九層塔一把 就很簡單 而且市場買又便宜 對 然後或者是你也可以去跟鹹酥雞蛋的人 這樣 不可以要對不對 不用錢 不用錢 對 反正他們都會買很多 是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女孩子 很喜歡的小黃瓜 然後當然就是 重頭戲就是我們的蘋果 蘋果 因為我個人很愛蘋果 我也喜歡蘋果 對 然後呢 因為蘋果的話 我們就綜合一點 來一點這個萊姆或是檸檬 都可以 蛋顆 接下來就是開水適量 我這個更簡單 東西更少 不過小優雖然講說 這個蘋果汁聽起來 是真的非常特別 營養師這真的有成分嗎 你趕快支持她的理論 可以 那個什麼增加抵抗力 你也可以踢爆她沒關係 好… 對 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這個九層塔 之前網路就是大家會有看過 有聽過這個謠言 就是說這個謠言在說就是 九層塔是有毒的 或是致癌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一則訊息 真的嗎 對 其實那就跟大家分享 其實那則訊息是假的 是九層塔汙名化了 對 汙名化 因為她還特別說什麼 榮總說什麼…這樣子 對 它其實是沒有的 九層塔在美國聯邦 他們這個食品當中認為 它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一個食物 在我們台灣 我們有做過它的研究 就是它的抗病毒的能力 是非常強的 抗病毒喔 對 所以其實像剛才她說的 譬如說它真的就是增強免疫力 因為其實很多的病毒感冒都是 就是你感冒很多都是跟病毒有關 而且你一旦熬夜 你的抵抗力就會下降 對 沒錯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增強健康的食材 了解 但是我們這一道料理當中 我也會提醒就是 因為其實它有檸檬有小黃瓜 對 小黃瓜是非常… 這小黃瓜料還可以再多一點 沒有關係 因為小黃瓜是非常 沒有熱量的蔬菜 它幾乎99%都幾乎都是 快要是水分了 對 所以我們的小黃瓜好處 是適合給像剛才說 就是你會熬夜有沒有 熬夜的人很容易會火氣大 上肝火 對 那這個就非常適合降火氣這樣子 所以小黃瓜可以降火氣 對 聽起來我的不錯耶 對啊 可是你這個九層塔 我等一下要試驗一下 就是它打出來 到底是什麼味道 那請問你是想要連皮進去打 還是我要擠嗎 我用擠的好了 用擠的 好 我們把它擠一下 那還是那個山豬 就你來自己想 用意下起 要嗎 我覺得你的這個造型蠻適合金融風的 捏爆它 恰恰 恰恰 不要弄到我們喔 快點 恰恰 快點啦 弄到裡面啦 這樣有人趕快嗎 這樣你們趕快 可以啦 你剛才洗過手了啊 恰恰 恰 等一下不會有人回來了 我手真的沒力 真的假的 好 但是 好了 OK 這段比你對嘴還好強 好煩喔 好 然後呢 我們待會兒廣告的期間 我們就要打這杯果汁 我待會兒要來喝喝看 到底九層塔 九層塔是什麼 蘋果 蘋果 到底好不好喝 我們廣告之後來喝喝看 但是廣告之後小優 今天還有幫我們對嘴表演 看她穿這樣 就知道 當然就是要模仿亞萍姐 對呀 要唱什麼樣子 醒來吧 累夢了 好 我們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我回來了 我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回來了 你看 你看 我帶回來了 你最喜歡的 夢了 慢一拍 你為什麼不說話 慢慢來 講話 跟韓君 為什麼不說話 夢了 雷娜 我還要不說話 我去醒來吧 雷夢了 真的還好嗎 夢了 那一場 好漂亮 我求你醒來吧 雷夢了 這個胖子最後才帥的嗎 我再告訴你 最後一句話 永遠的永遠的愛你 為什麼為什麼無語 回到我 回到我也只有一句 雷夢娜 小心喔 小心喔 我求你醒來吧 雷夢娜 雷夢娜 我求你醒來吧 雷夢娜 聽我在告訴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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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夢娜 還沒唱完啊 謝謝小優 太敬業了 她還早摔了 你知道嗎 對啊 為什麼小優會提早摔倒 再不服回家一下啦 對啊 你剛剛是怎麼回事 我踩到裙子了 很累服雅萍姐 怎麼都不會採照 沒有 因為雅萍姐 應該都有穿高跟鞋吧 因為妳裡面穿平底鞋 我也是穿高跟 也是滿高的 對 加碼演出 沒有 因為我就想說 每次看到小優表演 都會覺得有一種莫名喜感 因為就覺得說 她就是好好表演就好 但她就是莫名其妙 會撲開或是勒殘 或是摔倒或是幹嘛 會撞到什麼的 真的 我上次 我最近在那個外景節目 然後他們開場 做了一個星光大道的感覺 對 結果我是第一個出場 然後他們還開車 然後紅地毯 我一下車的時候 高跟鞋就開口笑了 我沒有看到 對 那後來怎麼走 後來我就一擺一擺的走 然後全部人都笑到 對 為什麼我的命運會這樣 就是有一種學新的命運 你知道為什麼 就是 真的 不過我說那段表演 其實剛剛那段表演滿精采的 謝謝 謝謝 就是很敬業這樣子 對 疊兩次 疊兩次 因為我想說 夢娜 醒來吧 大家不是知道說 是在最後才會 對 最後要疊 而且要先拉完長音之後再疊 疊 它是疊下去還在啊 是還在啊 太早疊 那我想要問一下 我很慶幸 我剛剛沒有拿到那杯果汁 有啊 是那一杯 好像是那一杯 有啊 是這杯嗎 真的嗎 煮這麼少 來喝喝看 妳好有勇氣 我到現在都不敢 不敢喝下去 我還在猶豫 是一種吃鹹酥雞的感覺 對啊 這就是鹹酥雞啊 是 這完全是鹹酥雞 怎麼會這樣子 這應該是遊戲節目的懲罰吧 不是 營養師 我們這成分到底弄對不對 我覺得它那個什麼 九層塔太多了耶 對啊 然後剛才我就說 小黃瓜可以再多一點 對 九層塔可以少一點 因為我需要它的 假設降發炎 降火氣 小黃瓜的比例拉高一點 那九層塔它的 威力已經很強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放到這麼多 我們剛才我覺得那個 那通常九層塔 大概放個幾片 一般我們打精力它的話 大概就三片五片最多 不會再多了 我們剛才放了十幾片 剛才幾乎都是鹹酥雞 有大法的料這樣子 對啊 又不是要拿下去炸的 對啊 那個量太多了啦 而且我有喝到沒打碎 一整節塊的 你就把它當成鹹酥雞吃就好了 可是九層塔這種食物 是不是說 有一些怕變黑的人 剛才就是要提醒大家 這一杯果汁要注意的是什麼 就是因為這裡頭的食物 就是九層塔還有檸檬 都是容易 還有小黃瓜 都是容易感光的食物 真的啊 所以有些人皮膚 他一曬太陽就很容易發癢 有沒有 或是他很容易黑色素沉積的人 那這一杯可能就不適合他喝 或是他要喝就不要早上喝 要晚上喝 了解 因為避免一喝完的出去有曬到 或是喝完就冬眠這樣 對 九層塔是感光啦 如果你怕曬黑的話 可能要盡量少碰會好 對 就是容易過敏的